高弹状态 不让弹簧的弹力快速的下降 倒是无法正常的复位 正常的做法是 将手柄拉到70%的位置 就可以正常的制动了 斜坡拉手刹 轻微滑动后停住 有些地下车厂进出口是需要取卡交费 有时候等待时间过长 为了防止溜车 司机会拉上手刹 本想要手刹放下一下解放双脚 但是呢挂了空档 拉完手刹之后 车辆竟然自然的向后滑动了 车辆的后车是连连的鸣笛 这是惊吓过度呀 其实呢当车辆停在坡度比较大的地方 拉手刹会有略微滑动是属于正常的 司机也不用担心 手刹的性能它还是很正常的 行驶过程中 手刹不能够用来减速 刹车失灵怎么了 可能在第一时间都是反应 拉手刹来减速 这种方法绝对不可取 当车辆在低速行驶时 这样做很容易破坏手刹的机构 如果高速行驶中拉手刹 会造成手刹系统 左右两边的制动力 深度不均匀 造成了单向后轮到此 呈现严重的策划 非常危险 关注FM98.2 列评列评下 了解更多用车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